相信我们在家里面都会遇到同样一个问题 就是想要用电的时候插座不够用 我们家是踩哪个坑 哪些地方是布置漏了插座 主卧说起 床尾正面的这面墙 之前想在这个地方安一个氛围灯 这个想法也无法去落地了 现在镜头来到我们客厅 这一面墙 书架那一面墙 以及这一面墙 我们都是留的有插座的 但是呢 偏偏这一面墙当时是没有设计插座 导致了现在的话 没有布置任何氛围灯啊 小家电啊 在我背后这面墙 没有任何的插座 于是乎布置这一面小景的时候 发现没法取电 一个落地灯和花宝灯 运一百运动 如果没有电的话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装修之初啊 只在这个位置我们留了一个插座 你看 需要把这个插座的电给引到这一面来 我们是如何做的呢 重新布电 拉电线的话 已经不可能了 最方便的一种解决方法 万能的接线板 但是用接线板又随之而来一个 让我很头疼的问题 影响美观 这个电线散落在地面上的话 怎么看 怎么别扭 好在我们最后发现了这么一个价廉物美的神器 它可以把接线板的电线啊 藏在中间这个小孔里 它就是一个 这么一个塑料 然后把它扣上 线盒一样的 背后这个是一个双面胶 价格也很便宜 除了有这种白色以外的话 还有一些黑色呀 木色呀 咖啡色啊 都可以选择 这个就是我安装好以后的线盒 目前来说我能够找到的最美观 最有效的一种隐藏接线板的电线的一个方法了 直接把它给贴在这个墙面就OK了 蛮方便的 这都是我自己弄的 没有让哪个师傅帮我来操作 线盒以外 还有一些小的配件 一些梯形的几个电线可以同时用的 建议大家每一面墙都要布置的有才行 我总觉得的话装修是一个留有遗憾的这么一个艺术 总会有一些装修之前没有想到的 今天分享的就是用可以落地的DIY的这么一个方法 把这一面墙杂乱武装的接线板的电线 尽量的把它隐藏起来